午安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大家應該都知道什麼日子吧 所以今天先預祝各位在場的父親們 父親節快樂 那我們把講座的時間交給老師 謝謝 今天是父親節 一早就接到很多的Line上就送一些圖片 很多圖片都一樣 就是把父親寫成那個父親的父親 我還是覺得滿滿開心的 為人父母有他辛苦的意念 但是看到子女的成長 還是覺得非常的滿足 因為我今年大年初五 我們大兒子總算是給我的孫女 所以每天他都會把我的孫女的照片傳給我 這是我每天的精神良識 獨知千變也不厭倦 怎麼看怎麼喜歡 看了一代代的生命能夠成長 覺得為人父母的辛勞還是值得的 所以我也跟我兒子講 說你一定要結婚的時候一定要生兒育 你唯有做父母之後 你才真正心智人格才會趨向與成熟 因為當你面對你自己創造新的生命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很多想法 你會在想 你應該如何去養育這個孩子 然後這時候突然就會想到 你的父母 你的祖父母 或者說之前的長輩 是怎麼樣地培育自己 然後會把最好的東西 希望能夠給自己的孩子 那之後就會慢慢地 你就會有感覺 過去父母對你所做的那些事情 那慢慢他也會 那種感恩的心就會慢慢地浮現出來 然後我們人也就是在這過程當中 一代接著一代 人的生命非常短暫 很多我們的願望 我們前輩先生、唐君先生 這應該是梁啟昭先生講的吧 人的生命的願望是無窮無盡 但是生也有牙 沒有辦法我充分地實現 但是中國人的一個智慧就是 雖然我在有神之年 我沒有辦法實現我能做生命理想 但是因為我認真地活過 那我的對理想的那種負責任 真誠的投入 自然就形成了一個表率 會影響我的孩子 影響我的學生 影響我們的晚輩 就是很多年輕的生命 就在這樣的一個感召之下 當他逐漸地成長之後 他也會繼續這個理想 然後理想 你也許有神之年不能實現 但是你的孩子 你的學生會幫你寫 一代一代 就看到歷史文化 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延續下去 過去我們演講也有幾次談到 所以儒教而言 這個 我想說 該年前我一個學生問我 老師你自己有沒有想過 你到底想要成為什麼 這個 我想 我那時候回答說 我希望自己能活在歷史當中 所以活在歷史當中 我希望我的生命是有所繼承的 然後我也希望他也能夠 我的繼承當時 往生先者列祖 列祖 他們所垂斥的一些生命的 理想一些典範 那 我也就沒有辦法充分這時間 但是因為我努力地去 想要實現他 那麼這個真誠的付出 自然就會感受影響到我的孩子 我的學生 於是我活在歷史當中 就是我一方面有所繼承 再一方面我還有所開放 我的孩子、我的學生 會繼承下去 我想 一個儒者 他所追求的這個 這個生命的價值 就是在歷史當中 不斷地被延續下去 對於西方人而言 生命所追求的圓滿 往往記住在一個永恆的世界 可是對中國人來講 所謂的永恆就是在歷史當中 就是無窮無盡的歷史當中 被延續下去 沒有一個彼岸的世界 這個在西方人講的永恆一定是沒有時間 沒有變動 沒有變動當然就沒有時間 永恆就是沒有時間性 沒有時間性 它沒有生存變化 對西方而言 那就是屬於上帝的國度 你死了以後 你進入到天堂 那就再也沒有生命變化 中國人認為真實的世界 只有一個 就是這個 生存變化的世界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理想 無窮無盡地被延續下去 所以一年當中有個日子父親節 有個日子母親節 或是有些重要的文化的節慶 我都覺得很好 讓我們去想想 端午節 我想想屈原 過年 我們要記住 清明節 這些節日 就是讓我們生命有些停頓 開始有些反省 但在反省當中 讓自己能夠接著上歷史的活水源頭 讓自己活在歷史當中 所以今天父親節 所以我下了一個決定 今天談的這個題目 應該是我們這個五道之間的一個重頭戲 特別談孟子的人性論 準備的一些講義 東西也非常多 我預料是講過完 過去我們每一次 一個月見一次念 說是延長的時間是兩個鐘頭 我大概都是講了兩個半鐘頭 主要就是一個題目 就是一個完整的意思 你要講完 準備這些資料 總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 能夠重做個交代 每次都超過時間 我也很抱歉 然後我自己也非常辛苦 畢竟年紀稍微大了 現在上課上的比較少 練的功夫還不夠 所以一口氣加兩個半小時 其實有點吃力 所以今天我就下了一個決心 剛剛跟我助理講錯 三點五十都給我一個暗號 我一定要到四點鐘結束 就是講不完 沒有關係 我們下次再講 幹嘛急著一定要在這一次 全部講完 如果這個題目真的這麼重要 這個題目真的值得大家 多花點心思去做一些思索討論 那我們就把腳步放慢 我就記得以前跟曾孝具 曾先生談的心性修養 常常就是討論到一個題 這樣一個課題 這樣一個課題 就是講我們人的生活當中 常常會犯一個錯誤 就是急切 急切害事 總是急於要把一件事情 在很快的時間做出來 有個交代 可是有時候人間的一些美好 它就是好事多麼 急也急不來 這時候曾經常常開玩笑 如果著急可以把事情做好 我們力氣來著急 如果著急並不能把事情做好 你著急又有什麼用呢 這時候突然發現到 原來如果你真的是要行道於天下 道在中國人心目中 那就是一個最高的價值 我們一個讀書人就是要行道於天下 既然要行道於天下 那大家就要記得 你的行道的態度一定要從容 從容就是不急不許 不要心生急切 因為急切不足以誠實 反而會害死 所以王傳三所講 道生於瑜琴 瑜琴 這個指我們的心 總是有一份寬裕 這份寬裕讓自己總是有一份充容 讓我們心總是有一份空間 能夠啊 就像這個書架 書架擺滿書了 如果還有一些好的書來了 怎麼辦 就放不進去了 一杯水 如果充滿了 如果還有非常好的玉葉窮江 那你就放不見了 放不進去了 瑜琴就是讓你的心總是有一份寬裕 這份寬裕讓自己的心啊 就有一份充容 靈動的空間 能夠還去對周遭的一些人事物的環境的改變 去做一些體貼 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 為了考試 其中寬裕期末考的時候 壓力特別大 開了幾個夜車下來 全部的壓力都在想 是不是能夠通過考試 能夠過關 走到校園裡頭 在那個轉角的地方 突然有一個植物 開了一朵小花 昨天還沒有開 今天開 可是你卻視而不見 突然旁邊一個樹山被鳥 突然叫了 非常悅耳的一個叫聲 可是你卻聽耳不聞 然後對面突然來了一個朋友 給你來了一個燦爛的笑容 一個親切的照顧 你卻也視而不見 因為你心裡老是念之在之的 只想著你要應付考試 你要通過這次的考試 因為你的心被那件事情佔滿了 佔據了 那件事把你的心整個佔據的佔滿了 你的心再也沒有空間去感應 一些生活周遭的一些細膩的變化 對不對 那個時候其實是代表我們生命的一個 非常困困的狀況 這種狀況其實都不能持久 如果今天要是行道 你是一個知識分子 你是要行道於天下 你是要為道 這樣一個從高的人文理想去奮鬥 那其實你就應當 不要像跑一百米的那種心態 急於要在很短的時間把事情做完 把自己腳步放了 一步步的走下去 衝動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呢 我打定主意 我不急著要把它講 我們慢慢地講 一點點地交代清楚 好吧 今天我們談的是孟子的人性論 我不知道你們在座的想法是怎麼樣 有沒有人會覺得孟子講性善論 這個簡直是太天真 性善 所以我們人生的閱歷經驗發音到人 竟是表現總統的不善跟醜陋 孟子講性善論 真的是過於天真的想法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想法 過去這好多年 教孟子 問年輕的孩子 你們相信孟子性善論嗎 其實三分之二以上的學生是不相信的 但是我覺得相應不相信這是一個問題 先叫我們如實地回到文獻 先去了解孟子是怎麼講性善論 我覺得這個頂重要 孟子怎麼去理解人性 關於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是在中國哲學史上 是一個爭議非常久的一個大課題 其實到今天 學術界還是有很多的爭論 我們知道這個三字經的第一句話是 人之初性本善 這句話其實當然遠遠根據它是孟子 可是我們真的在孟子的文獻去找的話 孟子倒沒有說人之初性本善 孟子倒沒有說人之初性本善 整個孟子的文獻當中 把性跟善連在一起說性善 只有兩次出現 一個是在彭文公上篇的第一戰 裡面講說這個 這個彭文公當士子的時候 還沒集位啊 還沒當國君啊 有次要到這個楚國去 特別要到宋國去看孟子 然後孟子倒性善 言必稱表順 有這麼十個字 你們就記載說 那次彭文公跟孟子的見面 孟子就大談了性善論 然後言談之間 不斷地提及到姚順 以姚順作為他的一些學說理論的一些 歷史上的一些具體的這個事例 去來支持他的一些說法 孟子倒性善 這十個字也蠻有趣的 我記得是 是 南韓景南老師上課這樣的問嗎 還是哪位前輩上課這樣的問 就說孟子的思想 十個字就可以說來了 就問我們說 你們知不知道是哪十個字 結果當然我們那個時候念大學 傻傻的以前的高中 為了升學考試 從中讀那幾十本教科書 哪裡真的去廣泛地去涉中國古代的書籍 所以也沒有人回答出來 後來好像答案揭曉就是 孟子倒性善言必稱謠順 這十個字就把孟子整個學說涵蓋了 後來我們真的在文獻上 像我這些年慢慢服務的讀孟子 覺得這十個字也蠻妥貼 真的還能夠去突顯出孟子的學說的一個精神 因為性善論確實是孟子的一個學說的核心主張 然後孟子的言論 他的表述的方式 就是不斷地提及往聖先哲 以往聖先哲的事功 來作為他的學說的一個依據 他不斷地稱呼歷代先往 來支持他的一些看法 所以孟子倒性在年律稱謠順 這是在藤宮上篇的意思 第二個就是今天我們在文獻上有個提到的 是《告子上篇》的第五章 第六章 是跟公督子的一個對話當中 然後他問說 目前學術界對於人性論的討論非常分歧 有的人認為人性無所謂善惡的 有的人認為說有的人性善有的人性惡的 有各種各樣的說法 老師你今天說性善 難道他們的說法都弄不對嗎? 學生說老師你主張現在 難道他們的說法都不對 孟子的回答後來也有一段話說 《乃若其心,則可以為善語,乃所為善語》 孟子這段話回應他的學生 當然我們也會對這句話做一個仔細的文件上的書 孟子意思說 就人的生命的一個真實來看 人都具有可以為善的能力 可以為善就是我們都具有這種為善的能力 這個為善的能力是足以為為善的這個能力 我就是在這個觀點下說性善 關於孟子 你如果要說孟子有沒有主張性善 確實孟子是主張性善 而且他還告訴你他是在哪個意義下說性善 那這個說法當跟孟子其他的文件 觀念在一起 孟子講了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兇 講良知良能 有不帶學而知,不帶學而能 的良知良能來看 當然我們看到人之出性的文章 當然也可以有孟子文獻的依據 可是這樣的說法 在我們目前這二十年國內的這個孟子學的研究當中 就成為了一個爭議的一個課題 這個我們看下一頁 這個孟子的這個人性論 我知道在孟子那個時代 比較晚一些時候 荀子就有不同的看法 同樣是儒家 荀子是主張性惡 當然我們後來知道 孟雄之間對於性的這個理解 是幾次不一樣的 那以後這個歷代 對於人性的問題 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董仲書一直到楊雄歷代 都有一些不同的這個歷場 到了送禮學之後 這個整個儒學的發展 回應這個佛教 有了更精密的這個延續跟這個發展 整個就心性之學 在送贏兩代 這個儒者 這個人才 背出 那有了更多的一些 這個細部的理論的開展 那當然這個學者們之間的意見就更分起 有所謂的理學的立場 像是小陳子、陳毅、還有朱熹 以朱熹作為代表 也有心學的這個立場 像陸相山、王屋 一個講心極底 一個是講性極底 這個朱熹就是講性極底 那張宰跟後來這個 這個明末清初的王傳山 他們就是比較從氣論的立場 來談心性之學 那又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觀點 關於整個這個心性之學 怎麼去講性善 都有些非常細密的一些討論 那些啊 恐怕都三人兩人就說不清楚 我們今天大概也不能觸及到這個領域 可是到了我們最近這二十年 我們國內其實對這個問題 學者們也有一些爭鋒相對的主張 有一位很有名的學者 這個傅沛榮 我們在座很多人都讀過他的書 都是經過他的演講 那我們傅沛榮其實是我輔文大學的學長 高歐兩班 他就主張人性向善樂 他說孟子的人性都應該理解為人性向善樂 所以他認為所謂的人性性本善 這不是孟子的說法 孟子從來不會主張人性本善 那傅沛榮這樣的說法 傅沛榮這個學長口才好 文字能力也很強 寫作一本書接著一本書 然後到處去演講 現在在大陸更猴 人性向善樂幾乎是他的標籤 其實他的學術一提出來之後 國內的學術就為之華 因為這個說法其實是蠻手動的 因為幾千年來 孟子學在中國的儒學歷史的範圍中 兩千多年來 大概一般人都會為孟子主張性善 也認為這個三字經的人事書性本善 如果追溯了這個說法的依據的話 恐怕就要回到孟子才能夠得到充分的解釋 結果我們這位學長居然說 孟子沒有主張人之處性本善 孟子講的人性 基本上他只是具有一種性相 善是一個方向 善是在外 他把善做了一個定義 是講的人員之間關係的一個圓滿的發展成就 這才叫善 他說人性基本上是朝向善 人性本身不就已經是善 完足是善 他的這個說法最能夠聳動人心的地方 就是一般人多多少少會覺得他的說法好像有一點道理 就是因為 確實如果性善的話 你怎麼去解釋人表現得不善 那傅培隆的說法就是 人性已經是善的整權 善其實是有帶於客觀的人我之間的關係的一個圓滿的發展 所說關係的一個滿權 用他的這個說法 人性只是不斷地朝向他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孟子非常強調功夫修養 他有一套他的這樣的語歌 那這個也有一些試圖在孟子的文件當中 找一些文件來支持他的說法 可是馬上引起一些學術界的不安 像是某中山某老師的這個學生 李明輝也是這個台大 裡面算是傅沛榮的學弟 台大的學弟 傅沛榮大學是念 武衡大學哲學系 跟我是同一個師 後來碩士班是到台大念 李明輝也是台大的 本來是政大的哲學系 後來到台大念 碩士的 李明輝跟魏庸就有這樣的辯論 那次開在更新文教院 台北市羅斯福路上更新文教院 開一個小的學術研導會 兩個人又正中相對我 剛好也在現場 後來就有很多的文章在這裡討論 那以後跟著像林安如如 林教授也跟傅沛榮有過一場辯論 怎麼辯論搞後來都在俄乎月看上去 那這個討論非常熱烈 這個雙方面都引經據點 可是這個主要就是大家會覺得不安的就是 兩千年來大家都認為孟子主張性善 還覺得這個三字經講的人之初性本善 應該也有所謂孟子的這個性善 作為他的依據 應該是沒有錯的 怎麼兩千年來中國人都沒有讀懂孟子 要到兩千年後 我們的學長傅沛榮的手上 這才把孟子的真相揭露出來 原來我們都讀錯孟子了 孟子的人性只是一個方向性 善是客觀的 有待於人性去來追求實現跟圓滿 並不代表人性本身就已經是個善意 當然有這樣的一個理論 大家會覺得不安 像李明輝、林安武 基本上都會有一些 就是站在傳統的立場 去對傅沛榮先生做了一些批判 但是據我所知 傅沛榮傅先生到今天 都還不願意放棄他們所有 都還不願意放棄他們所有 我個人看 傅沛榮的這個人印象 在他整個的論述裡頭 也應該被我們尊重 他是一個製成一套系統 可是這樣的一個系統 是不是孟子的本意 其實是可以去再追究的 以我自己對文獻的閱讀來看 我覺得恐怕是不妥的 因為大體上整個的問題是出在哪裡 我們再看下一頁 就我自己來觀察 就是李明輝跟傅沛榮他們 在孟子人性論的解讀上 所形成的這個爭議 這個爭議之所以形成了 主要就是關鍵是在於兩個 第一個就是 雙方面都用了太多西方哲學的一些理論 跟觀念帶入到孟子文獻的列種當中 這種西方哲學的概念語言的進入到中國哲學裡頭 常常會好像是讓中國哲學文獻 因為這些西方哲學語言的進入 得到一個比較清楚明確的論述跟展開 可是都有一些危險 因為西方人的任何的概念語言 你用的是一個語詞、一個概念 可是這個語詞跟概念 背後夾帶的是一整套的理論 或者說對問題的一個特殊立場的看法 你只用一個語詞 可是帶來的是一整套的 對問題的這種理解或觀察的這種角度 有的時候 未必是都能夠還原到孟子的文獻 非常妥貼地回到文獻上的印證跟支持 而且西方的任何的一個理論 有這個理論 有這樣對問題理解的一個角度跟立場 就有另外一個不同的理論 有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以至於彼此常常是爭鋒相對 常常是公說公有禮、婆說婆有禮 是得不到所謂善解 有的時候我們因為導入到某一個概念 進入到中國職學裡頭 狹帶的就會讓自己進入到一個 屬於西方的職學理論當中困境裡 就是你要背負著這個理論 所有的一些別的不同立場的一些質疑跟批判 就常常變得你在講中文職學的時候 變得非常狼狽、左肢、右肅 明明你是要忠於文獻 常常是把文獻的現代意義解釋出來 可是你卻要把自己帶入到西方哲學的一些 一些爭辯當中 自私欲憶憤 把問題搞得越來越複雜 太多的西方哲學理論的概念 接入到其中 各位,我們在座有些朋友 從第一場開始 一直都參與我們的討論 都還記得我第一講、第二講 花很多時間去談西方的存在主義 其實跟西方存在主義相對的是本質主義 其實本質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一個概念 通常我們在理解人性論則 就會順著西方本質的概念來理解孟子的人性論 依然順著這個理論來理解孟子的人性論 我們就會進入到一些非常困擾的處境當中 西方人講的本質就是 我們比如說我們辨識一個事物 說這個桌子是什麼 為了要說明桌子不是椅子 我一定要說到桌子的本質 通常所謂的本質是我們辨識一個事物 是這個事物 而不是另外一個事物的一個固定的 不變的一個內涵 如果我們順著這個角度的本質 比如說談人性就是談人的本質 以為人性是有一個固定的不變的一個這樣的內涵 我們要是根據這個內涵來變成什麼是人 什麼不是人 一旦認為人性就是我們順著本質這個意思來理解 人性 那孟子主張性善 我們就馬上先用到一個困境 那人為什麼現實上的表現會不善呢 沒有意思吧 如果一個人本質上就是善的 那我們就不能夠解釋人為何表現的意思 因為本質是一個已經被確定、固定、完成、不變的東西 你一旦對於人性只認它是一個善意 就沒有辦法解釋人為何是個善意 如果你用本質的這個角度來理解人性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第一講第二講會談西方的存在主義 西方的存在主義跟本質主義最大不同就是 西方的存在主義因為人的本質是由人的存在來決定 你怎麼樣的活 你怎麼樣的生存 你怎麼樣去理解自己 怎麼去理解人 會決定你是什麼 你的本質是等待完成跟發展的 是取決於你個人的理解跟詮釋的 它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已經被發展完成了的東西 挺盡当地擺在那裡 我們就順著它來辨識什麼是人、什麼不是人 不! 人是什麼 看著每個人怎麼去理解人 怎麼去理解自我 你的存活的方式 你的自我理解會決定你是什麼 就是存在決定本質 不是本質現在的已經完成的固定的 挺叮噹噹噹的擺在那裡 我們只是借著它來辨識什麼是人、什麼不是人 所以換言之 我們 如果人的本質是善 你怎麼去解釋人的現實上你表現得不善 這就是因為我們 狹帶著本質的這個概念來理解孟子的人性論理 所以我們為什麼在我們朋友相處的這幾個月來 一開始我們談 以儒家、道家 我特別要談西方的存在主義就是 我覺得我們就不能把本質主義的思考方式 帶入到孟子的文心的解讀 我會覺得傅沛龍的說法之所以有這麼大的說服力 有很多的讀者會願意接受傅沛龍的說法 就是因為傅沛龍質疑那種本質主義的這種解讀 在這裡傅沛龍是有些動機的 可是孟子本身就不是本質主義的這樣一個觀點 那是因為我們狹帶了太多的西方哲學的這種思考來讀孟子的文件 才會有這種給孟子帶來這種困擾 孟子本身並沒有使用本質這個概念 他也不是這樣的人認為人就是一個固定不變 已經被發展完成了的東西 他一直強調人的功夫修養 強調純養 強調我們要理解自己的本心 然後從本心那裡去理解你自己是誰 而且孟子不斷地強調擴充 這些都是一些功夫論的概念 然後孟子很多時候我們知道孟子曾經講過人皆可以以為謠順 其實孟子的文獻本身就這句話 謠順性則也 因為謠順就是人性的充分實現 所以孟子他有時候在談人性的時候 他常常是兩邊說 一方面就人的那種 比如說海底之童的良知良能 無不知愛其輕 無不知敬其兇 或者說今人乍見如此 將物於己 皆有助益徹隱之心 從這些所謂的事端 新的那種 原初的那種 呈現來支點 人的這個性善 具有行善的這個能力 另外一方面他又就這個能力充分實現 呈現了果位 表現在聖人這裡說 聖人搖順就是性的一個充分實現 兩端說 王老師在這兩端的地方說 他沒有把人性理解為 一個固定不變 這個已經發展完成了的東西來看待 反而他不斷地強調 人必須要視其本心 要求放心 然後要不斷地存養過重 要易經人熟 然後只要能做到這邊 就是姚順 所以人間可以回姚順 姚順就是人性充分的實現 可是姚順之所以能夠成為姚順 是因為他有四端之心 他能夠存養他的四端之心 他能擴充他的四端之心 所以他成為姚順 那你只要有四端之心 那你就可以成為姚順 整個孟子的那個說法裡頭 其實都強調 人性必須要被我們去涵養 去來加以實現去發展跟完成 它是一個等待去發展完成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裡頭我們講到 這個成語裡面就一句話 其實他提供我們一個線索 說這個傢伙風流成性 我們為什麼這樣使用 原來性是被成就的 注意知道了沒有 性是等待我們去成就的 他的發端是可能也許是我們的四端之心 四端之心充分的成就就是姚順 性是等待我們去被實現跟完成的 所以它不是一個西方的本質的概念 停停蕩蕩的已經在那裡已經發展完成 如果是停蕩蕩已經發展完成了 一旦說性善你就不能解釋 人物們為什麼會表現會不善 所以傅偉雄說法說 人性是相散論 但是他之所以手動 一般人會揭露他的說法 因為你從本質的觀念來看 確實有著困難 但是你回到孟子的文藝 孟子並不是從本質的角度切入去理解人性 孟子有孟子自己的一個論述的理路 今天我們會花點時間 慢慢回到文藝 一點點的累積去落實我們這樣的看法 在我來看就是 很多我們當代對孟子 人性論的爭論 如果追究原因 我會覺得大理上就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我們不知不覺地狹帶了很多西方哲學的理論概念 來解讀文獻 可是不知不覺地 也把西方哲學理論的一些困難 帶入到我們文獻的解讀裡 這個 我的說法 可以對我們的學長 傅佩蓉來講是有效的 包括我的老師 比如某中山某老師 我覺得某先生有時候 也不知不覺地狹帶了太多西方哲學的概念 進入到孟子的文獻當中來解讀 比如他喜歡講 講人的這個孟子的這個心性 是一個鮮艷的 超越的 一個所謂的道德理性 或實踐理性 或者內在道德性 或者所謂的主體性 whatever 就是這些西方哲學的概念 像我因為搞西方哲學搞了久 某先生當年也花很多時間 其實這些概念都有些問題 因為這些概念 其實都是屬於本質主義思考理路下的一些概念 你講說它是理性的 就是它不是感性的 你講它是理性的 它就是 它就是 只涉及到一些 普遍性跟必然性的一些 法則的這個層面 它是不屬於生業變化的時間的領域 所以一旦你把孟子的心性 把它理解為道德理性 或內在道德性 或主體性 它都成為一些本質的概念 其實它都是一種本質主義的思考方式下的一些哲學語言 它自然會帶出來一個困境 就是 如果這樣子 那怎麼解釋人的不善 結果我們就把人的不善 歸咎於 所謂的 我們的行區 我們的肉體 這好像也不太妥當 就說 這裡頭 我會覺得 很多我們學者的一些 一些 反覆的辯論 論難 這個煞有屆事的大費周章 寫的這麼多文章 其實我會覺得很多時候 對我們年輕的朋友而言 其實 都給他們帶來更多一些理解上的一些造脈 我覺得如果我們願意多花點時間 很謹慎的去使用一些語言 就西方哲語言 謹慎的使用 順著孟子的文件來解讀 反而會避開來這些困難 我今天其實會試著 這一週 下個月如果我們繼續討論孟子的人性的 我就會盡可能試著去提出一個說法 不要帶著這麼多西方哲語的概念語言來讀孟子 看看可不可以把孟子說成是一套 也是一個完整的一個系統 他卻沒有所謂西方哲學的理論上的一些負擔 或者說是一些困難 所以我的基本上非常簡單 我覺得我們盡可能去貼近文獻 忠於文獻地去來解讀孟子 我們來看下一節 孟子的文獻解讀 我是希望通過這幾個問題 引領我們去讀一些文獻 因為這個應該講起來都三十多年前 我那時候做研究的時候 慢慢讀書 有一點心理深厚的一些理解 我覺得我們在閱讀文獻的時候 我們說現在人文學術傳統裡面 喜歡講說詮釋學 詮釋文獻的時候 如何去詮釋文獻 把文獻的一些現代意義 把它讀出來 如何把它讀出來 我那時候就有這樣的反應 後來讀了一點西方的權勢學的理論 發現這個說法 其實是可以得到印證的支持 文獻不會說話 除非我們發問 你說你去讀文獻 你讀啊讀 讀一遍讀兩遍 你能夠讀出什麼 我例說你特別把孟子 就這麼說出一個頭緒來 說出一個理路來 不見得能夠說得出來 如果你能夠說出來 你都要帶著問題來讀文獻 因為你帶著問題來讀文獻 用這問題引領你來閱讀文獻 才能夠把一些散落在不同篇章的 一些相干的文獻 慢慢地聚攏起來 慢慢看著孟子的一個 守我一貫的一個立場跟想法 所以我們必須要帶著問題去讀文獻 這是三十多年前我的一個想法 用這個方式 我們才比較容易會把文獻的閱讀 整理出一些眉目來 可是後來幾年 我又有一個新的體會 也許我們在一個階段的 要帶著問題去讀文獻 經典不會說話 除非我們發問 要帶著問題意識來讀經典 可是 就是像我們這個佛教徒 有個淨土宗 淨土宗的說法說 你也不要念那麼多佛學 去每天那個 為世裡面講轉世成治 講六世、七世、八世怎樣轉 你也不要在那些名相裡頭去都捐真 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你就可以往生西方淨土 其實文獻的閱讀也有另外一種方式 你不帶的問題去讀文獻 有的時候你也會有些意外的發現 因為帶著問題去讀文獻 它有點是一個醬味道 就是去向文獻索取意義 這種索取 因為你已經有了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本身已經 已經預設了文獻本身 會有一些相關的文獻來回應你的問題 以至於鬧到你整個對孟子這本書的理解裡 可是如果你的問題 問法不一樣 它也會決定哪些文獻會跳到你的眼前來 你的提問不同 你那樣的提問 就有些不同的文獻會跳到你的第一線來 這種索取 它難免會有劃於漏腕的情形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一部經典 在不同的時代 不同人的閱讀當中 居然會有一些不同的解讀 這是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一部《老子道德經》 我的《國書論》就是做這個研究 為什麼每個月的註解差異這麼大 到我們當代前輩的學者的閱讀當中 更是彼此的立場 南沿北、北側、針鋒相對 為什麼 就是五千年會解讀出這麼多不同內容 同樣一個《孟子》 為什麼會解讀出這麼多不同內容 跟你怎樣提問有關 跟你怎樣提問有關 第一步你需要有問題意識 引引著你去讀文獻 可是到了某個階段之後 你也要把你的問題意識稍微放下 不帶著問題意識去閱讀文獻 有的時候可能因為 你這個問題意識強所利探 它強迫性地向經典索取答案 跟這個問題相干的文獻 被你撈出來 跟這個問題不是直接相干的 就會被你遺忘 明白我的意思嗎 第二種閱讀的方式 你不要帶著問題意識去閱讀 你就是隨意地去讀 隨意地去讀 隨意地閱讀的時候 可能會在一些文獻當中突然會跳出來一些意涵 是你以前在對孟子的閱讀當中思考當中 你不曾理解的一些意涵 會突然出現出 它會衝擊你過去已經形成了這些理解 第二種閱讀 第二種閱讀 第二種閱讀不太容易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 當有一個做法 我現在訓練我的博士生 我會有一個做法 我會強迫我的博士生 去很仔細地去辨別出來 譬如我們的前輩學者 對同樣的一部文獻 他們的閱讀 他們的一些書裡 他們的一些詮釋 的一些相同跟不同的地方 然後特別逼著他們去看 那些不同的地方 逼著他們去想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不同的解釋 因為這種不同的解釋 所以文獻的閱讀 就會做出不同的解釋 那造成這些不同的解釋 到底孟子應該怎麼看待 這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進入到第二種閱讀當中 如果不容易做到的話 不妨讓自己先受一些震撼教育 心靈的震撼教育 什麼叫心靈的震撼教育 什麼叫心靈的震撼教育 我們看到波斯論文 做了一個很有趣的研究 我們知道我們前輩先生 講的當代信務家 兩個最重要的學者 唐君毅跟某松山 這兩個肚子非常了不起 我們上個時代裡 都結出的哲學講 可是對於老子的理解 其實是爭鋒相對 那時候我們做唐貓的學生 都有困擾 這個到底老子應該怎麼解釋 我就強迫自己 我的博士論文就強迫自己 逼著自己在這兩個前輩學者 兩個前輩學者 講的都頭頭是道 製成一個論述的系統 要做出檢別出來 我逼著自己去追究 為什麼他們有這些不同的解釋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看 看我們這個文獻 反正我非常強調 就是這個差異 藉著我們前輩學者 對於文獻閱讀的這種 理解的差異 去逼著自己去想 到底我們應該如何去解讀文獻 那這個不同的問題 會導出不同的文獻的解讀 那我們可謂有一個更周延的提問的方式 或者說不要獨孤一味 被某一種提問的方式 去影響著你對文獻的閱讀 以至於你總是看不到文獻 還有一些其他被遺漏的成分 藉著這種差異性的比對 一般我們年輕的學生在研究學問的時候 總是喜歡去求匯通 找一些前輩學者 一些所謂的相通的東西 或者說能夠為自己所用的一些東西 這個 可是往往就忽略了 其實前輩的學者 他們還是有些個人不同的間諜 為什麼有這些不同的間諜 其實你應該認真的去思考 而且對於這種不同間諜所形成 對於文獻的一種不同的解讀 你要追究一下哪一個是更妥當 有沒有一些更好的一個理解的方式 逼著自己 不要停在某一種發問的方式裡面 但是我想第一個階段 我們還是希望要有問題引導 所以我會覺得我們在對孟子的人性能理解上 初步我們可以藉著這五個問題 來引領自己在文獻當中去做一些整理 第一個就是 孟子展開人性能主張的外源背景是什麼 孟子為什麼會提出人性能的看法 第二個就是 我們知道在孟子文言 孟子跟告子有一個辯論 孟子跟告子的這樣一個辯論當中 我們要追究一下孟子跟告子 在人性能的理解上 他們的分歧到底是在哪裡 當然我們後來也知道 孟子基本上是提出了他性善的主張 我們可能要追問一下 他怎麼去提示他對性善的主張 那麼他的這樣一個說法的特色在哪裡 注意到我今天在這裡的這個提問的方式很特別 孟子如何提示他性善的主張 我們有一位前陣學者 蠻有名氣的,往生了 這個叫傅偉勳 大家聽過這個名字嗎? 傅偉勳 台灣講生死學 台灣講生死學 其實是被他引進到台灣 傅偉勳 傅偉勳曾經寫過一篇很長的研究孟子 他說孟子對人性能做過 他做了一些文獻上的書裡 十大論證 孟子怎麼去正寧性在問他 從文獻當中 披薩煉經 提煉出來的十個不同的論證 然後逐一的去檢討這些論證能不能成立 做出十大論證 我們老師 某先生也講過孟子怎麼去論證這個性善 可是我卻沒有使用這個語詞 我覺得孟子沒有論證性善 我覺得孟子無意去構造一個人性論的一個知識系統 如果要建構一套知識系統他要正的 可是我覺得中國哲學家其實不是像西方哲學家一樣 念之在之的希望建構一套所謂知識系統 然後這個知識是立即在一些具有這個普遍性的一些 這個原理原則或者結構性的一些洞見之上 我覺得中國哲學家不是要建構一套這個知識系統 他就是提出一個教化 他對他的讀者 他對他的那個時代 他對他的後人 就是他的一些對於人生的一些洞見 然後邀請他的讀者 是不是也能夠回到我們生活的生命的經驗裡頭 去做這樣的一個驗證 體會 他是個邀請 所以唐靖英唐先生說過 說中國哲學語言 是一種啟發性的語言 他是一種啟發 他是一種邀請 他未必是在做出一種所謂的 建構一套知識系統 要去證明成 因為討論到證明這件事情的太麻煩 所謂的證明不外乎兩種程序 意思是直接證明 一個叫做間接證 直接證明就是訴諸經驗 我說粉筆是白的 各位說 什麼事 為什麼粉筆是白的 那我怎麼跟各位爭論 我就拿一支粉筆給各位看 你看這個粉筆是白的 訴諸直接經驗 但是很多東西沒有辦法輸出直接經驗 人性這個東西 不是 不是 它太複雜了嘛 而且 這個 即使我剛才講的那個簡單的例子 說 粉筆是白的 你說你不相信 我要證明給你看 我就拿著粉筆給你看 如果你是一個懷疑論者 這個 你說 這個不代表粉筆就是白的 我們常常有錯覺 我們常常有幻覺 這個你如何排除你現在 我們所經驗到的這個粉筆 它所呈現出的白色的這個性質 不是一個幻覺 也是一個錯覺 就是懷疑論者 對不對 嗨 你要碰到一個這樣一個吸血鬼 你跟它沒完沒了 我們知道西方整個哲學史上 每一個時代都有這種吸血鬼 它就是懷疑論者 它很挑剔 它不斷地質疑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子 有沒有意思 你要輸出這個直接證明 也不是像我們想像中 這麼簡單的事情 更何況 有些東西很難輸出直接證明 我跟我太太講說 我愛你 我太太說 你證明給我看看 這很麻煩 我怎麼證明 你喜歡吃紅燒和牛肉 每次有紅燒和牛肉的時候 我最後一塊都是留給你 這就代表我證明我愛你嗎 這很麻煩 有些東西沒有辦法輸出經驗 特別是西方的科學 實證科學講的那個量化 可以被量化 反覆檢測的這個經驗 是不是 第二個 這個證明方式就是輸出推論 我說我是會死的 各位聽 哎呀這個不聽節 老師 不要講這種晦氣的話 這個 這個 如果 你很狡黠 喜歡跟我開個玩笑 老師你證明給我看看 那我還死給各位看嗎 那不行啊 通常我可以在你間接證明的方式 間接證明方式 就利用推論 我找一個你可以接受的前提 我就問你啊 你接不接受 白雲街是會死的啊 你接不接受 元寶欣是人啊 你接受這兩個前提 你就要接受元寶欣是會死的這個結論 是不是這樣子 就要間接推論 所謂的證明不外乎這兩種程序 一個就輸出直接經驗 第二個就輸出所謂的推論 邏輯的這個推論 可是 輸出直接經驗 我剛剛說過 你如果你的這個對手 是一個很麻煩的一個傢伙 他是一個 這個無可救藥的一個懷疑論者 他總是覺得 有這點可疑之處 有那點可疑之處 他不斷的挑剔這件事情 你左支 右支 跟他沒關係沒聊 如果你採取所謂的間接推論 像我剛剛講的 是一個演藝的論證 白雲街是會死的 元寶欣是人 所以元寶欣是會死的 如果你接受兩個前提 這個結論是一定成立 對不對 邏輯上一定成立 這叫做正義 可是 如果你的對手很麻煩 他會問說 你憑什麼說 白雲街是會死的 你可以證明這個大前提嗎 於是你又要再找一個 你滿意識吧 要找另外一個 對方有沒有接受的 結果這個過程當中 讓我們整個的這個正義程序 變成無限的倒退 是不是 那你覺得無限倒退 有沒有證明 元寶欣是會死的 比如說我試著去證明 白雲街是會死的 我找一個你接受的一個前提 結果那個前提我找到了 可是你不接受 我要再找另外一個前提 沒有意思 我這無限倒退 無限倒退 就變得 我沒有證明任何東西 如果你不願意無限倒退 你說你不准再問了 白雲街是會死的 這就是真理 那這叫訴諸突斷 證明呢 也沒有證明 所以我講的這些東西 就是在知識的裡面 系統當中證明 當然是一個排除爭議的一個 技術性的一個做法 但是不要認為 他果真是能夠建立一些放逐四海而接準 大家共同能夠接受的一些結論 未必 未必 我也覺得我們今天全身孟子 盡可能讓他的現代意義能夠被召喚出來 讓他變得可以理解 但是他接不接受 他相不相信 我們還是交給每個人自己吧 我也沒有那麼強的企圖性 想要通過有知識的程序去證明什麼東西 你有什麼意思嗎 所以我也認為 孟子的文獻當中 我們要把它用認證的那個形式去來 套在上面去來做一種分析跟解決 即使可以找到這樣一個形式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也不會讓孟子的學說變得更具有說服性 你的對手永遠可以在這裡去質疑你的前提 中國哲學基本上我說過 它就是一種人生智慧 它是一種教化 它對它的讀者是一種邀請 如果你同樣對生命有一份關懷 那麼它會輸出一些我們共同的生活經驗 請大家來去檢視這些生活經驗 來理解一下我們這些說法 可不可以解釋這些經驗 可不可以排除我們這些困難 在這裡當然牽涉到我們一個大哲學家 他的這個論述語言的能力 以及他的一些對手 但是這裡頭我想沒有什麼不太容易 我也不會認為我們應該有這種強的企圖性 一定要把他們鞏固的建立成為一個 勞不可破的一個嚴格的一個知識的系統 有的時候我覺得它是徒勞的功能 所以我就用提示 你看孟子怎麼樣去 然後孟子主張信善 會不會他很天真的主張信善 難怪他不知道人的很多時候表現會不善嗎 當然不是 孟子充分的理解人很多時候表現會不善 我們看孟子怎麼去解釋人表現會不善 這是個大問題 這絕對是個大問題 對西方誌黑加拉來講也是個問題 這個惡從哪裡來 惡從哪裡來 這個 我們看孟子的文獻當中怎麼樣解讀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文獻給我們做一些提示 那這些提示是不是真正能夠 把這問題做所謂的 最後的窮盡性的 我們的一些疑難的排除 我們知道這還是取決於每個人 但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孟子沒有這麼樣的簡單 主張信善論 然後完全無視於人 在真實生活當中表現的忠用不善 其實他都有他的一些解釋 最後就是我們要看孟子跟告子 在《人心論》的辯論當中 可不可以最後理解回 就是因為他們對人心的定義不同 就像孟子跟徐子的說法一樣 他們對人心的定義不同 所以就是公中佛有理 公中佛有理 公中佛有理 見言見智的一個問題 也許最後 我們可能會選擇這樣一個 對孟子文獻的解釋 但我覺得我們忠於孟子 可能我們會看到孟子會認為 也許不應該只是這樣簡單 做這種調和性的看待 說公中佛羅里 佛中佛羅里 見言見智 因為我會覺得在孟子文上 孟子會認為他的說法 不只是跟告子不一樣 他會認為告子的看法 其實孟子充分理解告子的看法 而是孟子認為他的看法 能夠超越、涵蓋、成就 告子的看法 也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當然這也就是我在這一次 跟各位討論的問題的時候 最後我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文獻 來支持大家能看到這樣的一個層次 這樣的一個場面 因為告子的那個立場 其實孟子不但了解 而且孟子會認為 他的這個論述的這個觀點 並不是跟告子說法爭鋒相對 然後非此即彼 孟子會認為他的說法 是能夠加以涵蓋、能夠成全 告子的一些觀點 這個是我們這一次 對孟子的《人心論》的分析解讀過程當中 最後我們希望能夠澄清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我們根據這個問題 回到孟子的書 找一些文獻來看一下答案是什麼 看看第一個問題 孟子展開《人心論》主張的外原背景是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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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之前講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時候 批頭這個主張 事實上不是平衡發生的 一個人會有一些想法 一些主張 往往就是因為有些問題 有些真實的問題 反正有些可能屬於 不只是他的問題 而是他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裡面 人群的一些共同的問題 比如先行諸子 就是面對著所謂的 裏崩越壞的局面 一個列國的這個 爭戰不休的這個局面 他們都希望能夠澄清天下 要道激天下之逆 天下沉淪了 我們怎麼用道來拯救它 所以分分諸子百家 就對道提出了不同的說法 那 孟子提出人間的主張 當然也是因為 有他的那個 客觀的這個時代的外原背景 那這外原背景是什麼 就是這個前兩個月 我們講所謂的 如果去進入到孟子的心靈世界 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閱讀一篇文獻 就是 與其耗變摘那張文獻 因為與其耗變摘那張文獻裡頭 完全披露出來 孟子怎麼就理解歷史 人類的歷史 他說 天之生久矣 一治一亂 人類人類的歷史 就在治亂的循環當中 那孟子怎麼去理解治亂呢 然後 我也說過 一個偉大的人文心靈 一個思想家 一個哲學家 他之所以偉大 是因為 他對於那個時代的混亂 就像個大醫生一樣 疑難雜人 到他的眼前 他能夠 這個 馬上揪出了所謂的病造原因 做出了準確的診斷 一個偉大的人文心靈 就可以對於他那個時代 那個社會文化的一些問題 他能夠看出來問題在哪 然後 他針對這些問題 提出了一些解決的方案 對不對 這就是他 所以在那個時代 成為最傑出的心靈 成為思想家的原因 孟子人心論的提出 他的一種學說的主張的提出 是什麼樣的環境 在他的提出 與其後面在這張 我們也可以找到文獻 孟子一方面 談到他對歷史的看法 再方面 他對他那個時代有些診斷 然後他對自己自我定位 也有了明確的交代 所以你理解孟子 一定要從那篇文獻下手 其實你要現在理解孟子人心論的提出 也要從那篇文獻下手 他那一段文獻有一段特別重要 我有把它摘出來 讓我們快點看一下 孟子談到他那個時代 是一個神樣的時代 是一個聖王無作 諸侯奉之 處世恨意 揚諸莫迪之言 迎天下 這樣的時代 然後 天下之言 不歸揚則歸末 當時是以揚諸莫迪的言論 楊是為我是無君也 末是姦愛是無父也 無父無君是情壽也 楊諸講 拔羽毛以利天下不為也 末迪講摩頂放肿 以利天下而為之 其實都有他們可以讓人尊敬的地方 但是孟子會覺得 就是因為 他們會 那樣混亂的時代 其實都跟這兩個人的 學說的一些 偏迫跟不足的地方 有息息相關的地方 因為這兩個人 我們無論楊諸講 拔羽毛以利天下不為 或是摩頂放肿 以利天下而為之 都是以利為出發點 孟子學說的一個重要的立場 就是義利之變 他認為人在價值思考當中 不能只從利這裡來思考 一定要考慮到所義 在利之外還有所義 正是因為楊諸跟莫迪 只從利這裡來出發 完全是一種純粹的 一種功利性的思考 你看不到還有一種更重要的價值 關顧到人性尊嚴的義 這樣一個價值 所以你才助長了當時的那些 所謂的軍國主義 那些列國的諸侯 窮兵獨武 你才會去助長了當時的那些 所謂的知識分子去投機取巧 在列國的紛爭當中 沒根據尋找他自己最大的舞台和空間 可是卻從來沒有想到 如何去澄清天下 維護人性的尊嚴 所以孟子認為這樣的一種思考 楊諸的拔羽毛羽立天下不為野 否定的社會 有反社會的形象 這個末世的堅愛 世人之父弱己父 卻不能夠把自己的父親跟人家父親 這種親疏的分別 這個簡別出來 你會對整個倫床秩序造成破壞 所以這時候就無父無君 造成了所謂盡於秦宗的這個情況 公民說那個時代是什麼時代 是袍有肥又舊有肥馬 名有姬舍也有惡嫖 此率受而死人也 這段話其實就是孟子 對那個時代的一個觀察 那個時代有錢的人在九天之上 有權勢的人活在九天之上 但是很多的小老百姓 活在九地之下 好有肥又舊有肥馬 名有姬舍也有惡 人命完全不值錢 人命被践踏 為什麼會有這種率受食人的這個情侶 那孟子就提出他的診斷了 他以為這就是因為這個時代 就是公立主義的盛行 大家在整個的架子思考當中 只從力來出發 而不是在力之外之上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價值 關乎人性尊嚴的人意這樣的價值 這才造成這個時代的災難 災難跟混亂 所以他說揚摩之道不習 孔子之道不住 是邪說無名充斥了人意 這個時代的災難 就是因為揚摩這個功率主義的思考 成為一個彌天蓋地的一種思考方式 人們忘掉了如何去維護人性的尊嚴的這種 這樣一種價值觀 這個價值觀在誰的身上表現 孔子 孔子的仁義之說在孟子心目中 是因為他更能夠彰顯維護人性的尊嚴 他認為如果揚摩之道不習 孔子之道就不能夠彰顯 那這時候就是揚摩的學說 是一種邪取的學說 他會誣陷我們的人民 那會讓仁義的實現受到阻礙 仁義受到阻礙就會導致率受十人的解 率受十人還好 更可怕的是人將相識 無為此具 我們常常講一個大的哲學家 前面就跟一些自己的學生聊天 我們的年輕學生很可愛 說他希望成為大學者 希望成為思想家 他問我說老師怎麼成為大學者 怎麼成為大思想家 如果是你要怎麼回答 我說你要有大的關懷 如果你天天想來都是你自己的小兒女的一些恩怨情仇 你永遠不可能會大的思想家 你對這個時代 你對於人群 你對於歷史 你有沒有一種關懷 你有沒有使命感 你不好意思吧 為其你有大的關懷 你才成為一個大的思想家 你的視野看不到整個人類文化的處境 你沒有為那些問題去熬骨艱辛 去做一些探索思考 你當然提煉不出來這種高深的思考 學會來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裡我就牽涉到 大的思想家 一方面有大的科學 同時他也有很深的憂慮 他總是看出他那個時代的一些問題 他能夠見為之助 他能夠見為之助 最近因為天氣變得很熱 氣候不正常 其實這幾年 我們其實在這個經驗上都很深刻 其實無為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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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今天中午還在看電視新聞講說 這個氣候上升 如果我們這個氣候繼續上升兩度 我們或許人還可以忍耐 但如果超過四度五度的話 這個地球恐怕就沒有辦法再來支撐我們現代人的這種生活方式 其實這個溫度的上升很快 很快 溫室效應很快 人總要有些憂慮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孟子的憂慮就是 率受使人間將相識 他有這樣很深的憂懼 所以他說他的責任就是 賢先生之道 聚養墨 放淫慈 邪說者不得做 坐於其心 害於其事 坐於其事 害於其政 聖人負起不義無言 所以孟子的自我期許就是 要繼承聖人的誓言 在心目中的聖人 剛剛在整篇文獻裡面看到 他是以姚順 以忠公 以孔子作為代表 他在這一段文獻裡面很清楚 他就是要捍衛孔子的學說 捍衛孔子的學說就是捍衛仁義 只有通過仁義的這個價值的維護 這才能夠對人性的尊嚴 得到這個保障跟捍衛 因為人性的尊嚴得到捍衛 人才擁有文明 而不至於墮落成為這個所謂的野蠻 人如果生活得跟禽獸一樣 就變為野蠻 這就是所謂一治一亂的亂 亂跟治 相對就是人性的尊嚴 有沒有得到捍衛 有沒有得到彰顯 那在孟子認為 他們的時代 他的任務就是有捍衛孔子的仁義之所以 我之所以點就在文獻 我們再回到孟子跟告子的辯論 就可以知道孟子為什麼會有所謂的信善的誤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問題 孟子與告子在人性論上的辯論應該怎麼解決 我們先看告子上面的第一章 告子曰 孟子曰 孟子曰 而獲人意者 必指之言 孟子曰 而獲人意者 必指之言 對他發言 不可得而聞也 如果從來孟子不提 子曰也提不出來說 老師關於信與天道的問題 不可得而聞也 不可得而聞也 就說老師很謹慎 很少在這些議題當中 去做任意的挽回 但如果只字不提 子曰也不可能講這句話 對不對 一定是孟子也提這些問題 也關心這問題 但是不喜歡在這些問題當中 大肆地鋪排 去做一些論述更主張 因為有的時候 圖亂人意而已 圖亂人意而已 可是到了孟子的時候 人性這個問題 就變孟子大談特談 那就是因為時代環境不一樣 換言之 應該來講 我們現在從一些初始的文獻 你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孟子之前 人性論已經成為 當時學術界的一些 比較被很多學者 共同關懷的一個課題 屬於這個課題 加入討論的學者論點 已經開始非常蓬勃 已經發展開來 那麼在孟子這麼書上去看 就是孟子跟告子之間的辯論 告子主章說 人性就像棋柳 棋柳 棋柳就是一種植物 這種植物通常它的樹枝 可以加你角質 然後編成所謂各種的器皿 人性就像棋柳 人性就像棋柳 一些可以製成碑圈的材質 那仁義就是碑圈 那以仁性為仁義 就是把仁性造就為仁義 就是把仁性造就為仁義的 具有這樣仁義的這個品德 就是如同我們把這棋柳的這個材質 經過所謂後天的加工改造 製作成為各種碑盤的這種器皿 所以歡迎在這個說法裡 我告訴顯然是認為 仁義這種價值是後天加入在人身上 人性本身是棋柳 是中性的 它純粹只是一個材質 這些材質本身可以被家裡改造 製作成就 而讓它表現為某種 比如說像碑圈 這種所謂碑盤的這種器皿 可是就仁義本身而言 它只是純粹中性的材質 它後來成就為 比如說我們桌子上擺的這個盤子 那是經過對於這個材質 後天的加工跟改造 反正仁義是後天加作在人身上 不是來自於人的本性所具備的 人的本性純粹只是一個材質 這是告子的立場 所以告子對人盡的立場 認為這個仁義基本上是後天加作在人身上的一些事物 那孟子說 只能順其柳之心而以為悲全物 他說你能夠依據其柳的這個性質來成就為這種所謂的悲叛這種器皿嗎 這個還是我們要改變其柳的這個構造 以後才能讓它成為像杯子盤子這樣的器皿 如果要經過槍賊當就是後天的加工改造 槍賊當還有傷害的意思 如果要通過一種所謂的加工一種傷害的程序 這才能夠讓奇柳之木成為所謂的杯子盤子 那你的這個立場也會導致為一個結果 就是我們要傷害人的本性 這才能夠讓它表現為具有人義的這種品德 那在這種情況下 率天下之恩而獲人義者必止之言 引領著天下人去禍害人義的這種學說的 就是你告辭的這種言論 因爲假如說人義不是在人性 後來我們看到孟宸康告辭論就講 人義內在 內在於人性 是屬於後天加注在人性之上的話 人義本身就不再是一個這麼可愛可取的一種價值 因爲就像道家的說法 道法自然 自然本性那是第一價值 更值得我們去維護的價值 對不對 這爲什麽要改變我們的自然的本性 來表現出某種特徵呢 如果人義是必須要改變我們的本性 這才能夠表現出來的一種人格特徵 那對一般人而言 人義就不再是這麽可愛 值得我們去爭取去實現的一種品德 如我們認為人性本身並不含具有人義的這個成分 人義不是內在於我們人性當中 我們必須要改變人性 後天的加工 這才能夠表現出人義的這種品德 那從此以後人們不會再去選舉 要成為一個行人見義 讓他自己成為一個有人有益的人 因為這會造成我們本性的扭曲跟改變 維護我們的本性可能是更重要的 因為我們的本性來自於上天的賦予 比如天命之未信 我們讀中庸就知道這句話 一般來講 我們認為我們的本性是天所賦予 造化給我們的 造化給我們就是最好的 你改變它 反而是一種扭曲 道家就是一個觀點 對不對 道家講道法自然 我們活著 我們活著 如同我們自己的自然本性可能更重要 所以 是道而後則 是道而後遠 是人而後一 這個道是最高的價值 仁義是後來的 那告子的這樣一個說法 就會導致人們不再去篤信孔子的仁義之說 不再推崇願意私自去行人見義和捍衛仁義 因為如果仁義在人的本性當中沒有他的這個成分 仁義不是內在於我的本性當中 所以結果後天改變我的本性 這才會表現出仁義的話 仁義就不再是一個可取的價值 所以孟子說 如果你順你的說法來會 帥天下真而獲人 我們就可以知道 孟子仁義論的這個提出 在信事上的提出 在背景上 是要鞏固孔子的仁義 如何鞏固孔子仁義之說 要指出來 仁義是在我們人的 本性當中 是內在於我們人的本性 是我們來自於我們人的本性的自我要求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仁義當然就是更值得我們去維護跟爭取 如果仁義不是在我們人的本性當中 是要後天改變我們人性 這才能夠表現出仁義 這才能夠表現出仁義 那仁義就沒有價值 那我們接著來看 孟子仁告子的第二次辯論 告子說 信由團水也 覺諸東方則東流 覺諸西方則西流 人性之無分與善無善也 由水之無分與東西也 從這個說法你看看 就是告子主張 人性是無分善跟不善 所以他用人性對於善惡來講是中性的 無分與善不善 因為人性就像是團水 團水兩個說法 一個是極流之水 另外是說一個淫回 一個在那裡回轉的這樣水 回旋的這樣水 覺諸東方則東流 我如果開一個水道望東 他就望東流 我開一個水道望西 他就望西流 反正我們後天環境的改造 就會決定水望東流 或是望西流 但是水本身只是團水 是一個淫回的 一個淫回 就是淫回之水 它是一個比較屬於靜態 靜態 那他後來他會表現為像東流或是望西流 是因為我們對水開出來的水道 決定了他表現 望東或是望西 言性本來也是一樣 他之所以會表現為這樣 會表現為後天的改變 後天的改造 那孟子就對告子的說法做了一個回應 他說水性無分於東西 無分於上下湖 水層然沒有所謂一定要望東流或是望西流 但是水沒有所謂的無分於上下湖 難道對於往上流或是往下流 它沒有一個定性嗎 它沒有一個定向嗎 水總是往下流的 水有一種旧下性 水往下流 水層然無分於望東 水層然無分於望東 水層然無分於望西 但是水一定是往下走 人性之善也 由水之舊下也 我為什麼主張人性是善 是因為就像水有一種旧下的方向性 水有趨向低出流的方向性 人無有不上水無有不下 因此人沒有不上水 因此人沒有不上水 就像水沒有不上水 就像水沒有不上水 去向於下的 所以在這裡頭 孟子在人性理解上 確實指出 人性是有一種方向性 其實後來我們就知道 孟子即心也性 心是有方向性 這樣一個方向性 在傅慧榮的理解裡 它本身不就是善 它指向善 它以朝向善的實現來走 可是孟子的說法 這種方向性本身就是足以為善 就是一個足以能夠實現善的一種能力 孟子就是在這個觀影上理解為善 孟子 中國哲學家很少像西方哲學家一樣 在一個論述的展開裡頭 對於每一個語言做出標準的定義 西方哲學家其實 中國哲學家是為了要讓他的論述 以嚴謹的知識的形式展開 形成為止 為知識理論的系統 往我們一開始 會要求他所使用的語言 對於嚴格單一的意義 所以他會採用定義的方式 來規範他整個論述 展開當中 這個語詞的意涵使用 這是西方哲學家 所以他一開始總是會對於基本概念 會做下定義 但是中國哲學家 他是很跳動 是很靈活 他無意去成就知識系統 所以我們第一次跟各位聊天的時候就談 中國哲學很特別 我就說必須要我們的學者 回到自己的生活經驗當中 我們就反覆親切的玩味體驗 就像我們喝中國功夫茶一樣 我們喝中國那個老人 我們台灣都喜歡泡老人茶 泡高山茶 喝茶的時候怎麼去品茶 這個茶好不好 怎麼品 有四個標準 通常有四個標準 甘香滑重 一泡茶好不好 四個標準 四個標準 甘香滑重 先交給各位 各位知道了 你以後都懂得品茶了 我跟你說的茶 你都能不能說出一個名堂來了 不會 可是如果我給你五年當中 天天讓你喝各式各樣的茶 基本上你的品味能力不是很差 你慢慢都知道 甘有好多種甘 香有好多種香 蘭花香 桂花香 果香 蜜香 你慢慢會知道 香都有好多種 華 當前這道的茶湯 色不色 這個也很多種細膩的差別 重就是喉運 很多種差別 如果你天天這樣喝 天天喝 甘香滑重那四個字的意思 很豐富 可是你怎麼就說它 還在那四個字 可是五年之後 甘香滑重在你心目中 它絕對不是個單純的東西 它是個非常豐富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中國哲學家 他沒有像西方哲學家一樣 他成就一套所謂的 意義嚴謹的知識系統 對每個語詞做嚴格的定義 所以我們讀文獻看到 孟子是在什麼意義下說性善 很清楚 孟子確實是主張性善 但是他也沒有否認 人性確實是有種方向性 其實我們後來看到 如果是集心與原性 心的方向性就是不斷地指向人間 指向這個世界 這是人的一個最大特別的地方 因為我們後來知道 孟子講所謂的事端之心 後來又講仁義之心 後來講說仁者 仁心也 所謂的事端收束在仁義 仁義又被收束在 就是簡單的仁心 仁是什麼 孟子講為人有己 我欲言私人之意 那仁心是什麼 我們那次談這個概念的時候 就說過 也許我們前輩先生的一個理解 應該是蠻有啟發性 像唐先生 某先生都有狀態 人就是一種感動 一種不受到刑拒風險 走向另外的存在 另外的生意 然後去化解 人我之間的這種差異 你對立 這個分身 這樣一個力量 人的那個人心 仁義之心的那個人心 就是 人都有一種能夠感動的心 你的痛苦就彷彿我的痛苦 我希望快樂 我也希望你快樂 我希望能夠生存 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夠活下去 人能夠有這樣一個心 能夠不斷地從自我通向另外的生命 然後就化解我們之間的陌生 讓我們形成做一體之感 所以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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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阿銘講的大恩者 我天地萬物為一體 一體之人 人的那個 孟子也講的 萬物皆備於我 萬物皆備於我 你是上帝啊 就上帝才能萬物皆備於我 可是孟子說 萬物皆備於我 究竟是指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這個 孟子的文獻上面講 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成 樂莫大運 萬物皆備於我 當然是個最大的快樂 因為 萬物皆在我心的籠罩之下 沒有一個在我的生命之外 沒有跟我對立的 我就是絕對 我就是完全的自在自由 那你如果去活到這樣的一個生命的境界 他說 反身而成 樂莫大運 你只要反求諸己 真實無妄去實現 那個自我 對儒家那樣的自我 就是人心嘛 你充分地去實現人心 樂莫大運 反身而成 樂莫大運 所以 在孟子的那個理論下 他在這個學說當中 我剛是怎麼說到這句話 我剛是怎麼說到這句話 上下文 上下文弱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經不水, 博而悅之可使過傷,積而行之可使再三。 可是今天這個水,如果我博而悅之,我拍擠這個水, 比如我們夏天在游泳池去游泳,我們看到年輕孩子會打那個水花, 把那個水花漸起來,這時候我們可以把水花漸起來,高過我們額頭。 我們不是說水有救下心,我也可以讓水往上噴,拍打水, 這叫博而悅之,可使過傷,高過我們的額頭。 積而行之,可使再三。 我們有時候改變這個水道,要建這個水庫的時候, 積而行之,我們可使讓水往上流。 所以堵住下面的這個水的這個通道,讓水擁捨起來,就往上走。 水庫就流到另外一個方面去了。 我在下面攔住了,我建了一個水壩,那水就會激起來。 激到某個高度,它可能會越過去。 是不是?水也可以往上流。 是起水之幸災,這哪還是水的本性呢? 如果沒有這種後天博而悅之或積而行之,水總是救下人。 就像人性總是善。 如果你沒有後天環境的這個扭曲, 人自然就會表現為它的初心本心。 那個初心本心,在夢者來理解,就是善。 就是善。 其是則然也。 是就是後天外在的環境,可以改變水的這個救下心。 言之可使為不善也,其性亦由是也。 言之所以為表現不善,這個情況就跟水一樣, 是可以經過所謂形式的改變,而讓它改變它的原本善的表現。 所以,從這裏可以看出來,就是孟子,這個不贊成這個, 他針對告訴說,他不贊成這個,人性是無分於所謂的善與善。 他因爲人性確實是有一種方向性。 方向性特別是表現在心上。 那個心,我常常講,就是一種感通的心。 這感通甚至我可以講是無外的感通。 我對媽媽的辛苦可以體貼,我對爸爸的辛苦我可以體貼。 可是我能夠體貼爸爸媽媽的辛苦,這顆柔軟的心, 是不是只限於對爸爸媽媽媽? 不會。 我對我的親朋好友,我也可以體貼。 我對我的學生,我也可以體貼。 可是,我是不是只能夠對我跟我有親密關係的人才有這份體貼? 不,我對一切的存在都有這個體貼。 所以我們不是採用環保的時候,這個常常講說,給後代子孫留一個乾淨的地球。 是不是? 嘿,我們今天在座都是比較成年人,年輕小朋友比較少。 也許可能也有年輕朋友還沒結婚。 你的後代子孫留一個乾淨的地球。 你的後代子孫留一個乾淨的地球。 你們過年的時候,記主。 記主的時候遙想列祖列宗,締造這個家族的歷史當中他們辛苦。 他的發心動念,他的一些理想。 可不可以? 列祖列宗在哪裡?你看過嗎? 你的心卻跟他的心通起來。 是不是? 你看看,這就是人心。 萬物皆被欲,就是你那個心。 原則上是可以無外地感同存在在這些美的事物。 這就是人心。 反生而成,你們反求注意,找到這顆人心。 真實無望,就實現這個人心。 你就可以萬物皆被欲。 這個孟子是即心以言心。 那個心是有一個方向性。 不斷地去擁抱存在一起。 這個對於存在界的這種所謂的擁抱感同。 這個無外地感同,這個充分地實現,就彷彿。 我們講說,一切的存在來自於一個造化。 這個造化我們通常稱之為天。 天負責了萬物的造化。 一旦你的心去感同到每個存在, 你願意自己活得好好的。 願意自己能順著自己的本性去發育成長。 你願意所有的存在,一切的人都能順著他的本性去發育成長。 你這個心就如同一個造化萬物的天地之心一樣。 天人合一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講。 天人合一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講。 孟子基本上就說,這個人心不是你有我有,每個人都有。 這個心是有方向性的。 沒有錯,它是通向整個存在界。 無外地去感動,存在的每一個角落的生命。 那這個就是怎麼道德實現的這個基礎。 那孟子就是每個人都有這個。 也要從這裡來理解,人之所以為人。 我們再來看。 孟子跟告子的編論,直接的這兩個編論四則。 第五則其實是孟子的弟子跟一個接近於告子地場的人的編論。 我們不略博不談。 看第三段。 這個告子曰,生之為信也。 孟子曰,生之為信也,由白之為白語。 曰然。 白語之白也,由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由白裏之白語。 曰然。 然者犬之心,由牛之心,牛之心,由仁之心。 這告訴你,這個梳理起來比較難。 我們老師在藝本書上還特別對著文章,花了很多篇幅去細細的梳理。 但是我看了以後,我也覺得,也許對我們很多的現代讀者來講, 那樣的梳理也是形成知識理解上的一個負擔。 我試著要把它簡單化來說一下。 生之為信。 在中國的古文字裡頭,你如果懂得文字學,或者訓孤的話就知道, 信這個字是後出的。 最早的就是生。 生、信是互訓的。 到了孟子這個時候。 這個信,其實就是從生而來。 生之為信,其實這個說法,其實是提出它一個關於判別,什麼是信,什麼不是信的一個原則,提出一個標準。 什麼是信呢? 生之為信,就是凡是天生、本有的這些特性、材質,就可以傳作人性。 所以它是辯識所謂的,我們說神是信,神不是信的一個標準,提列一個標準。 凡是天生、日然而然而有的這種性質,這就是屬於人性的一個內容。 那孟子是認為這個討論性的這個原則,從後面我們先看最後一句話。 就是順著你告訴的說法,會導致一個孟子的認同,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那你會無分於犬之性跟牛之性,牛之性跟人之性的差異。 如果只是從所謂的是不是自然而然天生本有的這個立場,來看看什麼是人性的話, 那人跟一般的牛、犬,都是具有一些所動物的性質,就是動物生意的本能。 你根本不足以彰引出人的那個特色來。 其實孟子的意思是說,生之畏性的這個原則,是個形式原則。 它不夠充分的讓我們來辨識出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性之所在。 這個說法,空洞,只是個形式原則,不充分。 你使用這個原則來理解人性的話,會導致於你沒有辦法區別人性跟動物性的差別。 因為人跟動物其實都是具備動物性,就是天生自然而有的一些材質、性質。 如果你是從生之畏性的觀念來理解什麼是人性的話, 人所具備的跟動物性、牛之性、犬之性沒有什麼差別。 我們只看到我們一些生理的本能。 所以孟子的意思是說,你講生之畏性是不是就像我們說, 反正白的東西就可以稱為白。 告知說,對呀! 那如果順你這個觀念的話, 那白雨的白跟白雪的白是沒有差別的。 那白雪的白跟白雨的白也應該沒有差別。 但事實上有沒有差別? 雖然都可以籠統廣泛地稱之為白色的東西, 但是白雨的白可能是比較亮麗的。 白雪的白可能是比較冰冷的。 白雨的白可能是溫潤的。 我聽說,白還是有些差異。 相對的差異。 就說,你用生這個觀念來判別什麼是性、什麼不是性, 只是一個形式原則,不夠充分。 充分地彰顯出,人之所有人。 所以順你這個觀念來講, 就如同,凡是具備白的色性之術就稱作白。 那你就會認為白雨的白跟白雪的白跟白雨的白都是一樣的意思。 可是實際上他們是不一樣的。 如果順正觀念來講, 你的生之衛性的觀念會導致犬之性、牛之性跟人之性也沒有差別。 凡是天生所賦予的人的各種生理、性質, 其實跟犬、牛是沒有什麼太多差別。 換一支孟子的看法就是, 你告辭著從天生本有自然而然形成的這些人的這些生理、材質, 這裏來釋取人性的話, 你這個觀點沒有辦法彰顯出人之所有為人的特色。 所以後來我們在黎樓下第十九章, 孟子有一段很重要的文獻, 我們後面也引述到, 人之益於禽獸者濟稀。 孟子說你這個觀點就沒有看到那個濟稀。 濟稀是非常細微, 非常細微。 比如說我們先跳到後面。 孟子原, 人之所以益於禽獸者濟稀。 庶民聚之, 君子存之。 順名於庶物, 查於人物。 就是牛仁義性、非性仁義。 孟子雖然這裡談到人性的問題, 可是孟子在這裡就充分地看不下孟子感。 人跟禽獸的這個差異, 濟稀是非常細微的, 非常少。 這個細微的東西, 庶民聚之, 君子存之。 一般的老百姓不會去存養它, 只有君子會去存養它。 君子一旦存養它, 就會表現為像順這樣的一個人格。 那順是怎樣的一個人格? 他的事工導演在哪裡? 他可以名於庶物, 查於人物。 這個濟稀, 在順的生命當中, 充分地實現之後, 他能夠名於庶物, 庶物就是各式各樣的事物, 他們都能夠看出, 累出來一個秩序跟美容。 明於庶物, 為這個世界, 安排出一個停蕩的秩序來。 查於人倫, 人間, 人的社會裡頭, 又建立所謂的倫藏, 這個禮儀的規範, 建構出人間的秩序來。 明於庶物是指存在界, 有一個可理解的秩序。 人倫是指人間世界, 也建立所謂的價值規範的系統。 這叫明於人倫。 順就是君子, 他把那麽的積西藏加以存養, 充分地擴充, 一旦擴充到最登峰造極的境界, 就可以建立整個的文明跟次序, 或者人間的價值次序。 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 他的內涵, 基本上就是仁義實在內涵。 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 由仁義行, 他的行仁建議, 完全是來自於內在的一個自我的不容易的自我要求。 仁義對他來講, 不是一些外在的違反。 非行仁義, 意思是說, 他不是去福音一個外在客觀的一個所謂仁義, 而非行仁義的一些法則, 而表現出這種特徵來。 而是, 從內而, 由仁義行, 意思是說, 仁義完全是來自於生命內在的自我的不容易的表現, 而不是去客觀的福音一個外在的, 像法律一樣的人義的這個規範。 意思是說, 行仁建議完全是自由自主的不容易的自我表現, 叫做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 孟子對原性的理解, 是特別強調原片形獸的雞犀。 那馬上我們到最後還會看到, 這個雞犀並不是排斥我們跟所謂的一些高等動物相似的這種所謂的動物系。 孟子會有大幾跟小幾的觀念。 然後, 我們到這個賈仙利己大者, 小者不能多。 我們大凡會成就小。 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上演在我們的舉手投注, 我們的身體上, 我們的四肢的行動上。 它會表現在我們的生意上。 所以這時候會整個在我們的身體會表現出一種道德的光輝。 我們講說浩然之情。 我們看到一些具有品德的人, 自然會散發出一種人格的魅力跟特質來。 舉手投注之天, 就用那種威夷, 能夠振折人心。 會讓人如暮春風, 或者說完全地在他那麼一種言行曲子當中去融化。 而對他心生效法。 這時候, 心會滲透到我們的身體觀能上, 而讓我們整個身體觀能表現出一種不同的氣象。 所以, 身心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我們剛才提的那五個問題裡面。 最後我想要跟各位說明的一個測試。 蒙子, 一方面, 從姬西來理解人之所有為人。 可是這個姬西, 並不是跟我們的這個小體, 或是告子人觀念講, 人的那種生理本能是充足矛盾的。 是非此即彼的。 不是的。 蒙子認為, 我們的心反而能夠成就我們的身體, 能夠提升我們的這個生理觀能。 它反而會成就我們的身體。 以後我們在一些文印上, 可以把它一直在中間地展開。 我們再回到上面, 時間到了時代。 我們二十三。 我們剛才那個說明,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能夠理解。 孟子的意思是說, 告著你, 從生是畏性的原則來理解, 人性是不充分的。 它會導致我們沒有辦法變出來, 人性跟犬牛之性的差異。 只從所謂的天生自然而有的這種生理才質, 來釋取人之所以為人。 我這個觀念也不是說, 我們跳到下面一段, 看第一, 實色性也。 孟子的告子就進一步地講, 他們生之畏性的實質內容是什麼。 生之畏性是一個說性的一個形式原則, 落實來講就是實色。 我們仍有實色, 飲食、男女的這種活動跟生理需求, 動物沒有嗎? 在這裡我們跟動物有什麼差別? 孟子的意思說, 你只從生之畏性, 若是在實色這裡來理解人之所以為人, 你完全不能張引出人跟情緒的差異。 所以孟子不贊成告子, 只從生之畏性的觀禮下, 來理解人性。 可是生之畏性, 我例如說在中國古德文字的傳統裡面來看, 生訊是互通的, 生性是互通的。 反正老的中國說性的傳統, 就是從生之畏性的觀禮下, 來理解人性。 生之畏性就是天生、本有、自然而然, 我們所具有的一些生理材質, 從這個觀禮來理解人性。 那個應該說是, 當時在孟子的那個時代當中, 普遍被一般的學者所接納的一個 理解人性的一個觀點, 一個原則。 德文說這個原則不充分, 因為它不足以張演人與情緒的差異。 簡單說, 二至三, 我們就是這樣來說明。 二至四, 我們下禮拜再來。 今天就說到這裡。 那是有十個人說黑色的。 那說黑色的人, 是受制於有人說有利益的關係。 那如果說十個裡面呢, 他要判定這個說白色的人是錯的, 他就是黑色的。 在這個社會裡面, 你認為, 目前台灣現在目前的環境,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有沒有可能在這種時空被子之下, 出現第二個孟子出來? 我們之所以牽涉教育的工作單位, 就是我們希望培養出, 不是第二個孟子是, 無數個孟子出來。 所以我剛才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為了利益, 老師剛才講的, 利益很可能左右一個人的, 或者是非觀念。 我的意思在這裡。 那我們處在這個環境之下, 如何當第二個孟子? 因為你無力回天啊, 積非城市的環境, 迫使我們沒有辦法。 簡單回答, 這個在每個時代都會有。 這個時候, 無力回天的時候, 我們就是風雨如會, 機民不已。 我們起碼可以影響自己吧, 端正自己吧, 起碼可以影響旁邊的人吧。 那也只能這樣。 也只能這樣。 然後呢, 風雨如會, 機民不已, 就是我們還是堅守我們的崗位, 因為黎明快要來了。 因為我們的堅持, 你知道我意思嗎? 有的時候就是這樣。 我的意思就是, 也是一個疑問,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子在想的話, 我們這種無色覺醒就沒有辦法覺醒了, 也沒有辦法拯救這一個環境, 那如何止存呢? 這裡的話就是, 我想就是, 我們就是盡自己的力, 但是有的時候, 你也不能夠勉強。 行道於天下, 我剛才說要衝容, 急也急不來。 你的急切, 反而會害死。 害死自己。 害死自己。 害死自己也很無辜嘛。 對呀, 害死自己也很無辜嘛。 先好。